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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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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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有用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去做研究 所以也有少許科學的成份在裡面 他們調查這個題目也很有趣 他們就說其實這些課堂上面的沉悶 是會被老師散播的 如果老師自己本身說話 預備已經很悶的時候 學生沒什麼期待 他就會覺得更加悶 這個悶的東西是有一種加重的效果 如果你想令人覺得有趣 首先你自己也要先覺得有趣 你做這個節目 你說什麼有趣? 我盡量會找些有趣的東西跟大家說 但是你知道的 有時候我懶高深 懶肅的 懶是曲高無寡的 始終科學新聞的重要性是比較重要的 就算我們說搞笑諾貝爾 我們不止是第一年說的 我們以往好幾年都有連續的說的 我們都很特地去選一些裡面意味深長的研究去跟大家分享 這次當然恭喜Christian Chan Hong Kong U的陳瑞寧教授 其實我是認識的朋友 他一直都很好玩的 他帶領了這個題目去探討這個 一個在課堂上師生互動如何去避免沉悶這個問題 你聽起來好像很搞笑 但其實我也覺得很嚴肅的問題 你想學習更加有效 你一定要思考盡量不要令東西沉悶 是不是? 但是都收到消息 似乎香港大學那邊就沒有 其實我會說很冷待這件事 沒有反應 冷待這件事 但是很有趣的 因為Christian他自己現在也都在日本那邊做 應該在做研究的 日本那邊很開心 因為日本這次除了有已經住在日本的Christian Chan 來去拿了這個獎 也都有日本人自己去有份拿另外一個獎 所以我也覺得值得一提一下 而且有一些都跟科學有關 也有一些是我們以前提過的 所以更加值得說 我補充一下看這份論文 全部是香港的熱音來的 應該估計大部分都是香港人來的 是 那補充的報道都不差的 是《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正正經經的一份的期刊 我會說是搞笑的 《諾貝爾獎》裡面每一個的研究 都是正式期刊、正經研究 不過很多時候也會意外地發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有時候就算有人是故意搞一些笑 背後你一定要有一個很明確 關於一個大題目的理念在背後 為什麼你這個搞笑的東西和這個嚴肅的問題有關 所以呢 其實到最後都是認真嚴肅的研究 所以我會很欣賞 日本那邊原來他們是很有趣的 他們真的當成像是諾貝爾獎 有人拿諾貝爾獎對待這件事 大家一起開心 好 要講講那個標題 那個標題也是挺搞笑的 就是 Whatever will bore the mere anticipation of boredom exacerbates its occurrence in actress 即是如果那個學生覺得那件事 與其都是悶的話 最後就真的悶悶 這個大人都知道的 是的 Anyway這樣 這個論文的內容 大家可以在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網站團看到 我想提一提一件事 就是 我們在物理學界有個人說話不悶 那個就是Richard Feynman 好幾個人說話不悶的了 但是當然譬如說 Richard Feynman 是的 就算你今時今日講 加萊道雄 專門講原理論 那些很神秘學有關的科學題目 尼爾泰森這些很著名的 另外Karl Sagan這些人 很著名的是科普溝通的人 那很多時候就是怎樣能夠令到那件事 跟我們的生活有關 而今次的搞笑樂部議長 你發覺很多事情都是跟我們生活上的有關 於是你聽起來覺得切身就有趣了 但是你想一下就是 那個有趣的情況就是 會不會你裡面加一些笑話 加一些沒有那麼嚴肅的事情 會令到點綴到那個內容呢? 譬如我們做節目也是 我們做節目其中一件事很大的壓力 就是我們怎樣娛樂觀眾 我不是說明我的節目有娛樂性 很多人都說在睡覺的時候聽 可以跟著睡覺 但是問題就是 怎樣可以令到那個 就是引聽下去呢 它不會有一種悶的感覺呢? 說真的台長 如果我們在科學新資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不用就淪落到要做科學新資了 就是 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幫到聽眾去睡覺 已經是很大的功德來的 這個城市這麼大的壓力 但是我自己都很盡量希望 我會覺得是 一些很有用的比喻 來幫人明白這件事 那個比喻可能是很有趣的 或者是很像新的 我已經覺得這件事已經很有意義了 是的 的確在這次的研究裡面 我們都找到這樣的元素 所以我覺得 那個搞笑諾貝爾獎的意義 不只是在學問本身的 你會看到大家那種去present的方法 那我會覺得是 有些很值得參考的地方 好了 我們講一些我們老伴行 你又講講那個 物理學那邊 我講那個文學那邊 一文學獎的 就有很多獎 這次真的差不多六七個獎 是啊 題材豐富 我從物理學那邊講 那個故事挺有趣的 物理學獎是由一班 法國瑞士和西班牙的學者得到的 他們聯合去研究一下 海洋的海水怎麼去混購 大家不知道 譬如你說由香港搭船去澳門 或者搭車去澳門 我們所謂那個地方叫鹹淡水交界 分流這個地方為什麼叫分流呢 那你會看到真的鹹淡水那兩節色的 然後當然了 那些鹹淡水 它會交界的地方 他們就會混購 那這些情況 不只是在珠江三角洲出現 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會出現 而且是跟你那個生態和氣候是很有關的 那所以他認真研究這些海流 和那些海流怎麼去混和呢 是一個很嚴肅的氣候學問 關於天氣生態和氣候 那這個研究小組 就是由物理學角度去嘗試看這個問題了 那如果你是想找數據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找一下那些海水去混和的那個pattern 就是什麼時候去混和得好些 什麼時候混和得慢些 那當然有一個季節性的pattern 是不是 有一些是和純粹天氣現象的pattern 那然後就有一些和 不是季節性的 是和那個月亮圍繞著地球運動的潮席 本身的pattern是有關的 而且再加上一些地學運動的pattern 你就會可以建立一個模型 告訴你哪裏的海水去混和得幾快幾慢 是和什麼有關 那很多時候這班物理人去想的東西就是 全部都是天氣因素 大自然因素 死物的因素 那他們真的去量的時候發覺很古怪 有一些他們認不到的pattern 是很定期地在夜晚的某個時間 就會特定地多這個海水混和的活動 是混和得特別有效的 那樣東西是和我們先前所說的物理因素 是完全無關的 那結果他們真的派一條船去看一下 派一些探測去看一下 結果你知道發現了什麼呢? 就是發現了一大堆 一些魚群 那種叫spawning fish 可能要找回中文是什麼 spawning fish的一個魚群的活動 原來那些魚是有份幫忙 攪勻海水的 現在攪勻得來那個動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是純粹為了覓食 而在那裡游液 而拌勻海水的 而是因為他們在那裡求偶 要交配 整班集體要排精排卵 於是就搞 炒一碟 接著就攪勻海水 結果他在一個地球科學 就是這些海洋科學的一個物理研究 流體力學研究裡面 就找到一些生物學的訊號 原來發覺生物學的訊號 是不可以被忽略 在這個海水混和的過程裡面 他們是發表了一個嚴肅的論文 就說這個bio mixing 原來是給了一個不能忽略的顯著作用 那對學術界的啟示呢 就是你以後去建立這些模型的時候 不要以為這些東西 只是跟物理因素有關 你要考慮大自然生物的因素在那裡 那Spawn fish其實不是一種魚來的 只不過是一種活動 Spawn很簡單 因為你魚的交配不像人類那樣 不像動物那樣 他就將一些精子和一些卵子散播出來 在散播著這個精子和卵子的魚類 不是特定某一類的魚來的 明白 是的 好了 你說了 再說一說吧 好 沒事 總之是純粹凡是魚類的活動 就需要去留意 這個魚類性交的時候 就引起這個海洋的海水的 什麼叫驚天動地呢 就是海水也為你而混合 對不對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啦 我看看這個文學長那邊是什麼 Induction of German food in the laboratory Why any nation and semantics at the asian 剛才那個就是 這個什麼來的 在一個正正式機的期刊裡面 但是我估計這件事 其實就應該是跟神秘學有關了 為什麼呢?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在神秘學裡面 就有一個心理學裡面有一個現罪是什麽? deja vu 就是我們去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沒去過的 就發現就似曾相識 在心理學裡面是有這個題目去研究的 為什麼突然去一個地方 我明明去過這個地方 為什麼好像以前來過 就是我做夢來過 現在他說這個djai ma vu 就反過來 你去到一個很熟悉的地方 舉個例子 我在這個黨室裡 我們在很久了 突然間我的感覺就是 咦 為什麼我好像沒來過這個地方這樣 這個是一個又是一個 理論上一個嚴肅的問題 不過他現在這個題目本身 the induction of jai ma vu in the laboratory 就比較特別了 我要考慮他 為什麼會用這麼多的djai 那就是word alienation and semantic satiation 這個就完全是玩那些高深的jargon 就是讓你們不認識而已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需要鑽研的意義 好了 那其他的搞笑 諾貝爾長 有沒有值得說的? 有 有 比如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看過一集就是說 日本人發明了一套碗和筷子 總之就是一個餐具啦 這個餐具有有趣的地方是要入電的 入了電之後呢 你一邊用它來吃東西呢 你就會發覺呢 不用加那麼多鹽 你都覺得鹹了 即是它的好處就是 令到你可以加少一點鹽 都依然感受到那種鹹味 那就從而令到別人可以吃少一點鹽了 那是不是聽到我覺得很有用呢? 你說如果有的話 我也有興趣買回來玩的 就是這個發明 透過研究這個電 直流電和美國的關係 從而去建立一個可以幫助別人 似乎可以飲食得健康一些的這個器具的發明 就拿了這個搞笑諾貝爾的營養學獎 得獎的就是兩位日本人來的 就是這個Electrified Chopsticks 就是總之要入電的筷子 還有它甚至乎不只是吃東西 是連一個可以入電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飲桶 都令到你可以改變到你對食物的味覺 那樣子的原理呢 其實你就要明白了 要涉及到就是 我們這個人的味覺是怎麼運作的呢? 為什麼我們給一個特定的電流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那個的味覺去改變 甚至乎加強了呢? 我覺得他們最嚴肅 最需要花心思去研究就是那個電和我們的味覺之間的商戶作用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簡單的 而最後真的變成了一種產品呢? 那起碼你會覺得是有用的 不是先拿來弄股人 是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跟那些廁所的東西有關的 其實我們以前都類似提過的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會擔心 譬如是你飲食上面 就是你要驗身的話 你第一件事你不想每次刺針呢? 那都是去驗大小異辯啊 還有口水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刺一針 通常抽血啊 那由這裡去找一些 就是生物學上面的表徵來驗一下 會不會有些隱患在你的身體裡面 那下下要你去 筆些東西出來驗其實都挺麻煩的 又要拿來拿去 那有人呢 就是一個韓國的研究小組呢 那他是其中一個參與這個研究就是什麼呢? 他想發明一個馬桶 那個馬桶是自動幫你去驗你排出來的東西 然後等你天天去廁所呢? 天天就幫你驗身 那於是乎就可以預先給你這些警號 那其實這個研究呢 就是不是純粹為了發明賺錢的 而是真的將這個驗身 了解身體的狀況 變成為一種日常的習慣 那其實呢 我會覺得那個實際應用的潛質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試想一下 如果不是說在你自己家裡人人有錢買一個 你是說在一些安老院或者一些醫院裡面 你已經自動配備了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那你會令到尤其是需要去特意照顧 去健康的族群裡面就更加容易得到那個注視了 那所以呢 雖然你說是一個叫做Smart Toilet 就是一樣這樣好像只是講死了屁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呢 我也都會覺得是一個很嚴肅 去一個和公共健康有關的一個發明來的 這個是公共健康獎啊 那我跟著講講醫學獎 醫學獎這個厲害啊這個 這個是研究鼻毛啊 研究鼻毛對於我們的呼吸系統有什麼影響呢? 鼻毛的多寡和口 是是是 然後他們甚至乎要特意去找一個儀器來數一下 每個鼻孔給了多少條鼻毛 為了做這個研究是嚴肅到這樣 所以都是那種他們想起 就是你有個儀器數鼻毛的話呢 那就覺得很搞笑啦 這個搞事樂部議長就是明關於傳啦 事實上每個獎都是有相當之高的份量啦 最值得慶幸的就是這次我們已經有香港人入選啦 是 恭喜恭喜 是 恭喜恭喜 希望接著有香港人入選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啊 其實算是有過曾經在香港生活過的人 拿諾貝爾獎啦 已經是趨奇啦 都不少啦 高坤教授啦 是啊 這些都是這樣算是的 所以都 我們期待有一位土生土長在香港做研究 是拿到諾貝爾獎啦 有些人呢 我們就非常非常的開心啦 這次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啦 梁錦祥工作室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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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